满腔热血的她 为何遭受接连打击 我的天哪 我来错了 不应该来啊 谁曾知晓乐观坚强的背后 她承受着命运的不公 她生活的磨难 她感觉到不坚强不行 是什么力量 让她将苦和泪 幻化成前进的动力 人口栏目记者走进大连 为您讲述一位海岛医生的 艰辛与坚持 这里是大连市长海线长山岛 碧海蓝天的岛屿 处处都能让人感到心情愉悦 这艘船就是大连市通往长山岛的 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去那里度假的 而她此行的目的却和别人不同 她叫沐小燕 几乎每个月都会上到一次 她是去做什么呢 在大长山岛长海县人民医院 早早地就有患者在等着沐医生的到来了 但其实沐小燕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 既然她是大连市的一名医生 为什么偏偏要到岛上来给患者看病呢 她和这个岛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2012年的时候 是我们就是大连市有一个援助的项目 有我们那个远程医疗班的王主任 然后就来找我 说长海县医院非常需要眼科医生 最好是自己资源报名那种的 然后我说那就去看看吧 长海县全线由252个海岛组成 其中只有18个岛有居民居住 她也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 因为特殊的地域环境 岛上的医疗条件落后 医生资源缺乏 居民们一直都存在着看病难的问题 沐小燕作为第一批医疗扶持医生 来到了大长山岛镇的长海县人民医院 她待的时间不长 然后她跟我说 她说我要回来 我说那为什么呀 原本打算到偏远海岛 来为居民解决困难的沐小燕 只在岛上待了两个星期 就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就是因为没病人 我待了两周 就门诊病人都很少 要差太大了 我不是在这儿度大假吗 沐小燕一直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她来这里是希望给岛上的人们带去健康 让他们远离疾病 然而寥寥无几的病人让她觉得 这里根本不需要掩刻医生 我当时就觉得挺苦闷的 就觉得我的天哪 我来错了 不应该来 我来了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沐小燕来之前 得知岛上很需要掩刻医生 可来了之后却没有病人 她想也许这说明大家的健康状况良好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就在她想要离开的时候 同事的一个想法 让她选择了暂时留下 王主任就说 要不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 反正待着也是待着 咱们下乡去普查一下 做健康普查 可以真正了解岛上居民的健康情况 于是沐小燕联系了各个乡镇的居委会 下到乡村去给村民做眼部健康检查 而检查结果却让她大为震惊 然后就发现 她的岛上的这种 奴肉的病人特别的多 奴肉就是指眼球结膜增生 而凸起的肉状物 它有一定的遗传性 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它是影响外观 红红的非常不好看 鼓起来 病人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膜不舒服 再一个呢 它会牵拉你的这个角膜 改变角膜取略了以后呢 就可能会产生散光 它还是多少会影响到它视力的 当沐小燕走访的人越多 她发现问题越严重 为什么岛上 会有这么多人得这种病呢 因为海岛的紫外线非常强 它比就是城市里的 这个居民的这个发病率 至少要高一倍吧 既然海岛上的人 眼部奴肉如此高发 这种病是否可以预防呢 我就告诉他们 买个墨镜戴 海岛老百姓很朴实 说买个墨镜戴 让人笑话死了 我说那你是为了防病啊 我说你戴着墨镜以后 然后这个白内障也好啊 奴肉也好啊 说减缓 延缓它发展 奴肉虽然是一种常见病 可对它不管不顾 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时沐小燕走访调查的时候 大长山镇的一位张大娘 就让她印象深刻 她的这个奴肉长得已经很大了 已经接近瞳孔边缘了 我们说你为什么不治啊 然后就说家里困难啊 离不开啊 带一个肥瘦大了 也有孕团 还得多吃 她不是多串的下串都到医院 还得多吃 多吃也多好几个小时 张大娘的情况 其实也代表了岛上大多数老人的心力 过去在岛上只要是得了需要做手术才能解决的病 就只能出岛到大连市去治疗 而出岛也受自然条件限制 一旦遇到刮风下雨或者有雾的天气 很可能就连续几天出不去或者回不来 老一辈的人也都很少出岛 岛以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寂寞生又恐惧的 所以得了病他们就抱着能忍就忍能扛就扛的态度 而且他们又觉得就是会给子女增添很多负担 自己又很少来大连又不知道该到哪去看病 可能去医院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挂号 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 所以他们特别不愿意出来 调研完了以后吧 我觉得这个海岛的老百姓啊 就是他们太需要一个会做手术的眼科医生了 之前没人来看病 是因为岛上一直都没有专治眼病的医生 所以很多人即使眼睛有问题 也都认为岛上看不了 所以干脆不看病 穆小燕觉得值得庆幸的是 自己当初没有执意离开 而是做了这项调研 可是当她认识到这里多么需要自己的时候 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而眼底镜也不好 然后也没有手术显微镜 就是一个手术都不能开展 就是你想里的治病都治不了 没东西 穆小燕内心刚刚燃起的斗志 再次被无奈的现实熄灭 可当她想到那些贫困家庭的老人 想到张大娘再不做手术 奴肉就要遮住整个左眼球时 她无法再等下去 她要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她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一切 我妈妈就是不小心摔倒了 然后骨折了 然后骨折了以后 我这样特别着急 然后就是赶快坐船回来 不得已回来了 因为也确实没人照顾了 我爸爸也七十多岁了 也是身体也不是很好 尽管穆小燕心里还一直牵挂着岛上的患者 但是母亲骨折身边离不开人 穆小燕只好暂时回到了大连 然而她是个闲不住的人 大连中山医院有急诊需要她时 她也会马上过去支援 正好来了个急诊 打电话我过往往往医院走的时候 有一辆车从我的后面把我撞倒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母亲还没有完全康复 自己却又发生了车祸 穆小燕原本打算尽快返回长海县 这下只能往后延期 而当诊断结果出来之后 让穆小燕内心的期望彻底泯灭 当时是脚粉碎性骨折 第二天一查核瓷 肩膀是极剑撕裂 忍呆就是撕裂 这样子的 很狼狈 这个连这个拐都煮不了 母亲只能暂时让七十多岁的父亲照看 为了方便治疗 穆小燕住在医院里 养伤的过程对她来说 是身体加心理的双重折磨 胳膊就是抬不起来了 就只能抬到这儿 当时我就哭了 我说完了完了 我做不了手术了以后 都检查不了病人了 因为我们两只手都要用的 手臂每抬高一厘米 彻骨的疼痛就能瞬间 让穆小燕浑身是汗 即便是这样 为了能让受伤的手臂 尽快恢复活动能力 穆小燕不得不开始了 残酷的康复训练 疼得我呀 哎呀 眼泪哗哗的疼啊 疼得我呀 有一次忍不住了 在人家的治疗室里面 嚎啕大哭 然后人家说 我天哪 真是要崩溃了 其实穆小燕 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努力 希望自己能尽快康复起来 也是另有原因的 因为整个家都在靠她支撑 她不能倒下 父母亲都已年过古希 而她还有一个儿子 她儿子就是常年生病 所以说她自己一个人 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穆小燕是一个单亲妈妈 儿子晨晨在一岁半时 被查出患有重度自闭症 先天没有语言功能 如今儿子已经18岁了 却只有四五岁孩子一样的智力 家里的就是什么东西 你都得放好 放不好 她就给你都祸祸了 全家人都被她都靠的 都折腾不起了 就两个老人血压全都升高了 有的时候她就去玩那个 马桶里面那一点点水 哎呀我们都郁闷的简直 就所以就只能有一个人 看着她不能睡觉 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每天都在为别人 排忧解难的沐一生 自己的生活 却过得如此艰难 她为她这个孩子掉的眼泪度 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就闷闷的到晚上就哭啊 早上起来看 您的眼睛怎么都肿成这样啊 没事没事 索了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就是自己告诉自己 不要着牙坚持 假装坚强久了 可能也就真的坚强了 沐小燕无奈的语气背后 是她这十几年来 独自咽一下的苦和泪 她不知在多少个绝望的夜晚挣扎过 然而面对一次次的磨难 又是谁让一切出现了转机 磨难重重 谁将带她走出命运的谷底 当时就要把我儿子领走 说你太不容易了 心系海岛却伤痛缠身 未完成的使命 她该如何继续 人口栏目记者走进大连 为您带来一位海岛医生的艰辛与坚持 沐小燕说 自己养伤的那段时间 是她最煎熬的时候 因为她要一边养伤 一边找过自闭症的儿子 我当时我不知道她有个病孩子 基本沐医生是护工推的她冷饮 基本她这个孩子 一个就是跳 直叫 我当时我就说 沐医生我说 这个小孩是谁 这个小孩是什么 怎么了 她嗷嗷直叫 她说大姐我没告诉你 这个是我的小孩孤独症 沐小燕的很多朋友 都是曾经找她看病而结识的 曹大姐也不例外 曹大姐的儿子 就是沐小燕的患者 然而现在他们之间 更是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也是一个病孩子的母亲 我也是一个女人 哎呀我就想 后边我再知道 她又是个单亲的妈妈 我的妈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她一看我儿子这种情况 当时就开始哭 当时就要把我儿子领走 说你太不容易了 我来替你带这个孩子吧 我说那可不行 她自己本身一个病孩子 再带我的孩子 这我太过意不去了 我说这可不行 曹大姐的儿子 因为从小就患有一型糖尿病 后来病发症导致眼睛失明 也正是一次看眼病的经历 她结识了沐小燕 就是说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 当时大姐就说 让我不跟她儿子说 她就把我的电话要去 然后就说你没事 你就打电话 鼓励鼓励她 能治我眼病的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 她也是经常给我反馈 令人这种希望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下子给她判了死刑 就告诉她 你以后就是看不到了 她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沐小燕总是能站在患者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所以她给予曹大姐儿子的关心 让曹大姐深受感动的同时 更是把沐小燕当成了亲人一样 每个人活着一生都很难 所以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能帮助她 我肯定会尽我的全力 帮助她 因为沐小燕康复过程中 的确没办法更好地照顾儿子 加上曹大姐的一再坚持 于是沐小燕最终同意 让曹大姐暂时帮着照顾成成 然而几个月之后 曹大姐的儿子 就因为糖尿病病发症而离去 为了不再给曹大姐增添负担 沐小燕当时就打算接会儿子 她的一些朋友 一些亲戚跟我说 准先别领 领了以后 他们老两口刚失去孩子 然后你再把儿子领走 大眼瞪小眼的 就更心里该过不来了 就没领 然后我就一直就放在他们那儿 沐小燕很清楚 照顾一个自闭症孩子要付出多少 可是曹大姐从来没跟她说过任何苦 有了曹大姐的帮助 沐小燕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了患者身上 在她康复之后便马上回到了长海县 因为那里还有她一直牵挂的人们 回到岛上之后 沐小燕就连熬了几个晚上 她把当时调研的结果做了详细的总结 为了能尽快帮岛上的患者治疗眼泪弩肉 必须要先解决手术设备的问题 然后把这个报告交给县领导看了一下 然后就申请了十万块钱经费 给他们更换了这个烈锡灯显微镜 眼底镜 然后又给他们新购置的这个手术显微镜 包括手术的一些用的这些设备 器械这样子 在沐小燕的努力下 长海县岛上的居民终于可以不用出岛 就能进行奴肉切除手术 沐小燕第一时间通知了张大娘 她也是岛上第一个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 挺顺利的 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 一只眼睛就做了 这个家门口把这个肥子都完成了 你说怎么感谢 手术结束两天后 张大娘拆掉纱布的瞬间 她至今都难以忘怀 哎呀 真实实 这个眼睛太好了 看着快拿上增量 哎呀 我都觉得通行见到光明一样 哎呀 高兴的 根本都没想到 说还能一份散布话 给11个病人做了一个免费了 做了颜可手术治疗 效果也非常好 她这些手术呢 就是说在她来之前 我们医院的开展不了 她来以后不仅仅给这个患者呢 治好了病 而且呢也提高了我们医院 这些颜可方面的治疗水平 直到现在 每次沐医生上岛来给患者做手术 张大娘得知后 都会特意过来看看她 偶尔还会从家里带些煮好的海货 给沐医生吃 几年下来 沐小燕也把长海线 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以前就是看过的病人 做过手术的病人跟我打招呼 真的是可高兴了 就跟回家似的 沐小燕说 近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生 来到长海线 在她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如今海岛的医疗水平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 她们和患者之间的真情 也在这里得到了延续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 沐小燕一路走来的艰辛 但是我们相信 每一个患者的康复 每一次患者的感谢 都将是她继续前进的动力 都将是她继续前进的 都将是她继续前进的 都将是她继续前进的